柯文哲駕押第十二天 委任律師鄭聲援 週一上午現身看守所律箭 畢竟案件進入深水區 接下來恐怕對柯文哲不利 有沒有特別想吃什麼東西 沒有 沒有回應 他這年的狀況還適應嗎 經過一個半小時後 鄭聲援面色凝重 從看守所離開 傳出檢方下一波動作 不排除將對柯文哲進行測謊 因為關鍵證人一一現身 要不要說明一下 前北市督發局長黃錦茂 十三號被檢方約談 最後證人轉被告 還以五百萬重金交保 傳出他已經清楚交代 金華城容積率是如何暴增 去了全案關鍵破口 另外前副市長林清榮 前督發局長林周明等等 也全都反對替金華城大開綠燈 因為柯文哲昔日下屬 從彭震生到黃錦茂 傳出幾乎都咬出柯文哲 盤點在押中被告 以柯文哲為軸心 涉嫌行賄的審訊金 受惠的硬小偉吳順明 再到涉嫌獨立護航的 彭震生和幸運交保的黃錦茂 證詞恐怕都對柯文哲不利 接下來檢方也不排除 將安排被告相互對職 那就對職結問的部分 可以用被告來進行互相的詢問 然後讓詢問相關共同被告 他的說法是什麼 不過對職結問有可能少了他嗎 神經經因為身體狀況日漸不佳 13號已經由律師申請聚保停壓 北院週一也將正式分案處理 能否走出看守所大門 就看檢方如何頂調 相信新聞有套求問也是小組 泰寶島